古人到底有多能生,姬昌真的有一百个儿子,没有一个女儿吗?那她的老婆都是谁?点个订阅不迷路,见识欲经为您深巴历史冷知识。 周文王姬昌,他的父亲遭到伤亡的猜忌,以封赏的名义遭到颖都,实际上是软件,从此姬昌就再也没有见过父亲,他继承了父亲的爵位,称西伯侯。 在《风神演义》中,姬昌有一百个儿子,没有一个女儿,雷震子就是她的第一百个儿子,这是真的吗?那她的老婆又是谁? 在江王后去世的时候,黄命难为。 姬昌明知道有危险还得去调研,在一片树林中,突然一阵雷电过后,前方的不远处出现了一个孩子,姬昌就把这个孩子带走了,刚好是自己的第一百个儿子, 也就是后来的雷震子,传说在周五王激发在灭掉商朝以后,还给他的兄弟们册封了领队,在《诗经》中,有一篇大雅四起。 中有一句话,太四四徽音,则百思难,在古文的意思中,百并不是字面上的一百个,而表示许多许多的意思。 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太四,也就是周文王激昌的妻子。 生了很多的儿子,受到了大家的赞扬,说一百个也是夸张了,在古代,生的孩子当然是越多越好。 文王白子也是大家希望多子多孙,而孙满堂的一个美好祝愿,所以也会有很多的白子图流传下来。 为什么民间会流传文王白子的说法,用此来表达美好的祝愿,那么鸡昌到底有多少个儿子? 这还要从鸡昌的事迹说起,鸡昌在位期间广施人证,对于人才更是任人为贤,不管是本部落的,还是其他地方,只要你有才,他都以礼相待,他拜江子崖为事。 扩充江土,本人还生活节俭,以身作则,爱护百姓,还经常下地干活,受到了百姓的爱戴,在民间有很高的声望,百姓们安居乐业。 当地的百姓觉得这都是鸡昌治理的功劳,和当时的商周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鸡昌深得民心。 鸡昌更是把天下的百姓都当作自己的儿女来看待,传说百姓求子也会去拜一拜周文王,至于为什么只说是儿子,没有女儿呢? 这是古代封建社会的思想,认为女儿都是要嫁出去的,就像是泼出去的水,那就是别人家的了,不能回家进校。 只有儿子是留在自己家的,可以传宗接代,延续香火,为自己养老送终,这也是古代重男轻女的原因之一。 古代大多数都是体力活,男人有先天的优势,下地种田,挑水挑货,都需要男人来完成。 另外,有一句古话说到打仗亲兄弟,上阵父子兵,当时生育困难,因为难产一失两命的,更是不在少数。 兄弟多了,就能互帮互助,毕竟还是血浓于水,能够不受到别人的欺负。 儿子越多,继承家业的也就越多,就能保住家业。 比如,刘备只有三个儿子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天下落入了旁人的手中。 孙权有七个儿子,前六个去世的去世,要不就是不堪重用,最后九岁的儿子继位,难当大任。 而曹操有二十五个儿子,曹未能得到天下,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继承者充足。 奈何从曹操到曹丕的儿子曹锐,逐渐衰落,儿子也越来越少,继承者一个比一个短命。 终于,辅佐了曹家一辈子的司马懿,又一次被脱孤,熬倒了曹操祖孙三代。 他等不及了司马懿的儿子和弟弟兄弟齐心,联手帮助司马懿拿下了这天下,司马懿的儿子也不少,有九个也做了十六代的皇帝。 可见儿子的重要性 周文王姬昌的妻子太四,替姬昌分担国事,严格地教育子女,不仅深得文王的宠爱,大臣们也十分地敬重,被大家尊称为文母,在《诗经》和《猎女传》中,就有很多对太四的赞美。 据正史的记载,姬昌一共有十八个儿子,我们比较熟知的就是大儿子博弈考和二儿子鸡发,周公鸡蛋。 博弈考就是封神榜中去昭歌救姬昌的儿子,被打挤污蔑,周王将其剁成了肉酱,送去给姬昌吃。 当然这其中有小说虚构的成分在历史上。 确实博弈考是英年早逝,被周王当作人质,囚禁在殷商,牵制着姬昌。 后来商周王和姬昌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,博弈考就成了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 姬昌的二儿子鸡发,是儿子中能力最出众的一个贝利为了太子,就是他后来灭掉了商朝,建立了周朝, 史称周五王,也是一代明君,姬昌的儿子,还有管书仙,毛书正等人,还有博弈考,为何他们不以鸡为姓氏呢? 其实,在商周时期,男子一般是不称呼姓的,我们叫姬昌,姬发,也都是后来家的,古代起名字。 贵族女子满十五周岁的时候,才会取一个正式的名字,他们的是带有姓氏的, 因为女子要嫁人,是为了避免近亲结婚,在一个家族中,经常有通婚的现象。 女子不知道男子会不会是远房的亲戚,女子家姓氏,这样子有利于男方区分。 男子取名字,主要是看在兄弟之间的排名,比如伯、仲、书、记。 以毛书正举例,毛指的是他的封地,书就是他的排名。 第三,正就是他的名字了,所以他应该是叫姬正的,而伯一考,就和其他的兄弟不一样了。 因为他是在还没有建立周朝的的时候,就去世了,也没有封地,伯是他的排名,一考是他去世以后,祭祀用的尊称。 周文王对周朝付出了诸多的心血,江子牙评价姬昌是死其下道营,天下只此一人,姬昌一生救民于水火,反商除暴。 百姓们传说,他有一百个儿子,也是对他的一种美好的祝愿吧。 那么就有很多朋友问了,姬昌这么受爱戴,他的先天神算相当惊人,对事情的判断相当精准, 这对于一个凡人是相当难得的,在封神世界中。 只有姬昌和他的母亲泰江具有这样的能力,为什么封神榜上没有他? 纵观全书中姬昌的表现,可能主要有以下几点不满足进入封神榜的条件。 第一,姬昌不满足忠臣意识这个条件,姬昌是西伯侯,是大商分封的爵位风土,姬昌需要对昼王尽忠, 但姬昌最后的表现就是表面忠厚,内力奸诈,虽然他没有在活着的时候反伤, 但他为自己儿子反伤,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和人才储备, 只要一声令下,就可以对商咒发起致命一击,天下三分,而西周有其二。 姬昌已经把成汤的江山侵蚀得差不多了。 第二,姬昌先天神算的因果报应,姬昌在治理西旗的过程中, 经常使用先天神算,所以在西齐才能实行化地为牢的政策, 罪犯犯了罪不敢逃跑,因为姬昌一算就可以把他们抓回来, 但有获得就有付出,先天神算不可能是没有代价的, 姬昌还演算了成汤的国运,演算了咒王的前途, 甚至可能多次演算西齐的国运, 这些可都是修仙者才能去做的事, 而且需要付出代价,姬昌一个凡人去做这些事, 恐怕他的气运早就耗光了。 所以,无缘封神榜了。 第三,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姬昌是寿中正寝的, 不是在大战中丧命的, 封神榜是封神世界的重要道具, 也是所谓天地人三书中的天书, 能够入榜天书可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有资格的。 原始天尊说,当时在你必有功, 共以封神榜,当面米封, 立有三等,根形身者, 称其仙道,根形烧刺, 称其神道,根形浅薄, 称其人道,仍堕轮回之节, 此乃天地之生化也, 能够被封神的人, 根形不深,但也不浅薄, 处于不上不下的地步, 不能成仙,但也不至于堕入轮回。 封神榜接受上榜者的真灵或魂魄, 这些真灵或魂魄, 应该是非正常死亡的, 机昌正常死亡, 所以可能造成机昌无缘封神榜, 上了榜的凡人也是如此, 要么是在战场上战死的, 要么是被咒王冤杀的, 要么是含恨自我了结的, 要么是被迫自裁的, 就是江子牙的前妻马士, 也是上吊自义, 才最终被封神的, 如果马士不是自义, 而是寿终正寝的, 估计他也不会被封神, 被封为冰霄瓦解之神的非联恶来, 也是在被江子牙找了个借口, 斩杀了之后才被封神的, 所以封神的基本门槛, 就是不能寿终正寝, 文王姬昌的死亡, 却是寿终正寝的, 他是因病而亡, 所以封神榜上不会有他的名字, 这就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, 要想上封神榜封神, 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, 要么上战场拼杀, 要么秉持忠义, 向君王死见不能退缩, 要么鼓起勇气自我了断, 总之不能平平安安舒舒服服的走完自己的一生, 然后奢望死后封神, 这就像我们现实生活中一样, 想要有收获就要付出代价, 任何收获都有相应的风险, 不能指望零风险的收获, 文王姬昌寿终正寝了, 所以他就不可能被封神了, 姬昌无缘封神榜, 最大的可能还是因为他是正常离世的, 姬昌正常离世, 所以他的灵魂可能已经正常轮回了, 如果不是这样, 那就是姬昌的人品出问题了, 不满足忠诚意识, 缘分深厚的条件, 这样一来就颠覆了姬昌的人品设定了, 会让很多人无法接受到底如何, 只能是仁者见仁, 智者见智了。